火力军最近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一直说 核弹爆炸当量是多少多少吨TNT 那这个当量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 如何凭借一把纸片 或者几张照片估算核弹的当量 顺带再看看美国的核武都部署在哪 现在的核弹都是在不引爆弹头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就比如英国最近公布的A21弹头 这不是什么新概念 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就要求缔约国承诺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核实验 之后除了少数国家冒险进行核实验 其他有核国家都是根据现有数据 在计算机核实验室中进行模拟核实验 英国的成果就是A21 之前被公开简称为替换弹头计划 现在也被称为Astere A21是英国不在地下测试武器时代 开发的第一枚弹头 之后将用于三叉戟R上面 不过这种通过模拟核实验进行测试的核弹头 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 重要的是在上世纪的核实验初期 如何测算核弹的爆炸为例 1945年 美国通过曼哈顿计划 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了第一个原子弹 在这次核实验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核爆的TNT当量是多少 当时曼哈顿阵营里有个大佬 叫做恩利克·费米 只通过一把纸片就大致估算了爆炸当量 也就是在核弹爆炸的安全范围上 在冲击波即将到来的时候向上撒一把纸片 通过观察纸片下落时的距离和路径 以及纸片与爆炸中心的距离 就能推算出爆炸当量 当时费米通过营地距离爆炸地点16公里 纸片被冲击波推出去2.5米这两个数据 估算出了核弹爆炸当量约为1万吨TNT 不过这种通过抛纸片估算核武当量的方式 因为测量误差和设备上的问题 与真实数据有一定的差距 当时核爆炸的当量应该是2万到2.5万吨TNT 比费米的数据多了一倍 相比之下 杰弗里·泰勒的测算方法更科学一点 美国在核爆试验结束之后 将一些核爆炸的照片刊登在了杂志上 并贴心地标注了时间戳 而泰勒就根据这些照片计算出了 美国核实验的爆炸当量 按照泰勒的想法 核弹的爆炸半径与爆炸当量相关 爆炸直径越大 那威力也就越大 而计算爆炸当量 就是找出火球的半径大小 距离起爆的时间 爆炸释放的能量 以及爆炸冲击波传播介质的密度 也就是空气密度R 最后的公式就是这样 火力军中间省略了很多步骤 过程太硬核了 各位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下里去了解 泰勒将核爆数据带入公式后 计算出来的结果 只与官方数据相差10% 在足够的观测数据支持下 各位也能根据公式估算核爆当量 无非就是根据核爆火球的大小 爆炸的范围 亮度 地震数据 以及冲击波的强度等等 不过用当量来评估核爆威力 只是一种最基础的数据 后来各国又提出了一种 更专业的语言去定义核爆 也就是比高和比深 其中比高也被称为比例爆高 就是爆心距地面海拔高度H 与爆炸威力Q立方根的比值 爆炸方式主要分空中地面地下 比高200到250的称为高空爆炸 比高120到200的称为中空爆炸 主要用来杀伤地面暴露人员 顺带破坏地面不坚固目标 比高60到120的称为低空爆炸 主要目的是破坏地面 比较坚固的目标 比如地下防空洞 野战攻势 坦克等等 比高小于60的称为地暴 火球接触到地面 主要破坏地面坚固目标 比如比高在零之下 那就是核弹在地下爆炸 打击敌方的地下堡垒 只是在1963年 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签署之后 除了地下核爆炸之外的核武器试暴 都被禁止了 这就有一个问题 地下核爆没有爆炸高度 也没有蘑菇云 该如何衡量地下核实验的水平 这就要聊到比深了 比深也就是比例暴深 因为核爆能量在地下 比在空气中衰减的更快 所以比深的空势 与比高稍微有一点区别 也就是爆炸深度H 与当量Q的3.4次方根的比 比深的作用在于衡量 核实验是否会带来放射性污染 这里就不过多提及了 等到时间来到1996年 所有的核武器试验都被禁止 有核国家的核实验 就变成了实验室模拟 不过对于美俄这样的国家来讲 被禁止无所谓 该进行的实验已经都完成了 就比如美国 信号多到别人怀疑人生 从上世纪中期到苏联解体前 美国已经研制了至少 65种不同型号的核弹头 不过因为超过保质期 项目落马 技术升级等原因 大部分型号的核弹头 已经退役 或者没有真正投产 目前美国核武库里 仍在服役的型号 并不算特别多 W76型核弹头用于三叉截二 外界估计至少生产了3400枚 目前现役的主要是W761 爆炸当量为9吨TNT 还有少量的W762 W78型核弹头 部署在民兵3上面 估计至少制造了1083枚 爆炸当量35万吨TNT 还有用于AGM-86战斧上面的W80型 可以通过改装将爆炸威力 控制于5000到12万吨TNT当量之间 W87核弹头则是部署在 部分老旧的民兵3上面 最大可以产生47万吨TNT的爆炸当量 W88型核弹头 也可以部署在三叉截二上面 爆炸当量47万吨TNT 在2021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升级 最新型号为W88ALT370 除了这五种现役的核弹头 美军还有两种威力更大的核弹头 也就是B83与B61 B83是美国核武库中最强大的核武器 爆炸当量为120万吨TNT 相当于三发搭载了W78核弹头的民兵3 美国大约制造了650枚 不过也正是B83的威力太大 美国历届政府对B83的态度都不一样 B83一直在退役和服役之间徘徊 毕竟威力大也就意味着花钱多 在基本用不到的武器上 花一大笔钱维护只能说血亏 而且这种大当量的核弹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很受欢迎 各国都更偏向于发展战术级的核武器 毕竟有可能使用的核武威慑力才更高 而这个轻量化的核武就是B61 从星号就能看出来 B61的年纪比B83更大 早在1961年 美国海军和空军就对轻型核弹感兴趣 到了1962年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获得授权开发B61了 并在1965年投入生产 与其他核武不同的是 B61经历了N次升级 至今已经开发出了从MOD0到MOD12 共计12个版本 B61是一款可以调节爆炸当量的核弹 比如MOD3、MOD4是战术用途 爆炸当量为300吨TNT MOD7、MOD11是战略用途 可以达到34万吨TNT的水平 除了战术与战略用途 B61还有钻地版本 在冷战期间 苏联为了应对随时爆发的核大战 修建了很多地下堡垒 而美国为了使核打击更有效 就开发了具有钻地功能的核弹 比如W61钻地核弹 可以通过AGM-129巡航导弹 与MGM-134小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最大爆炸当量可以达到34万吨TNT 但是在苏联解体后 这个项目就取消了 只是W61项目虽然被砍了 但是美军还有钻地核弹的需求 于是美军就开发出了B61-11 相当于在B61核弹的前面 安装了一个激光制导的 GBO-28型钻地弹 可以穿透6米厚的混凝土 爆炸当量达到了40万吨TNT 最新的B61-12 则是美国首个导引核弹 原盖率误差不超过30米 而以往核弹的原盖率误差 一般在110到170米 重点是B61-12 可以内置在F35战机的弹舱里 而且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弹 就是B61-12 根据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统计 美国在欧洲部署了150枚B61-12 分别部署在比利时的 克莱恩、布洛格尔基地 德国布切尔空军基地 意大利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 和吉地托雷基地 荷兰的沃尔克尔基地 以及土耳其的 因杰尔利克空军基地 从分布的情况来看 核武器主要放在西欧地区 以及靠近中东的土耳其 而美国正在研制的B61-13 也是大当量核弹 基于B61-17型 然后在外部加装 类似B61-12的制导套件 最大爆炸当量 大致在34万吨TNT 对于美国而言 B83这种冷战产物 无论是可用性 还是拓展性 都不如B61 不过好用也就意味着贵 目前最新的B61-12 单价已经达到了 2800万美元 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 说到这儿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美国有那么多核弹 都部署在哪里 核武地点属于高度机密 美国也不会对外公开 不过还是有几个地点 被认为部署了 美国的核武器 美国的陆基和打击力量 主要依赖分布在 怀俄明州的 FE沃伦空军基地 北达科达州的 麦诺特空军基地 以及蒙大拿州的 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 每个基地的导弹连队 都设有一个总部基地 与15个导弹发射控制中心 而每个控制中心 都配备有10个发射井 里面装在一枚民兵3 这三个空军基地 都位于美国北部 原因也很简单 从最近的距离打击苏联 当然俄罗斯知道这些信息也没用 这些控制中心 都被部署到地下10米 很难被破坏 就算是某个控制中心被摧毁 其他的控制中心 也能接管其余的核弹指挥权 如果所有的指挥中心都被摧毁 预警机也能控制发射井 美国的空机核打击力量 大概在B2驻扎的 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 海基核打击则以俄海俄级为主 配备三叉戟2D5弹道导弹 表面驻扎在华盛顿州的 基萨普海军基地 与佐治亚州的金斯湾海军潜艇基地 但实际在什么地方 谁也不知道 在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中 海基的部署地点是最神秘的 在欧洲这边 俄罗斯也是核武大户 英法也有对应的核力量 在欧洲这边 英国是最狠的 没有空机战略轰炸机 与空头核弹 也没有陆基洲基导弹 发射井和发射车 都被英国扔进垃圾桶了 唯一的核运载工具 就是四艘前卫级战略核潜艇 每艘装载16枚三叉戟2D5 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 前卫级就会被 无位级战略核潜艇取代 法国这边相对好一点 只放弃了陆基和力量 空机核武是ASMPA 中程巡航导弹 配备TNA型核弹头 爆炸当量30万吨TNT 主要由阵风战机投放 海基则是凯旋级核潜艇 可以发射M51弹道导弹 爆炸当量10万吨TNT 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 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 法国研制建造了 可谓级 布区级 以及凯旋级核潜艇 发展了M1 M2 M20 M5等 潜射弹道导弹 未来的海基核力量 将是SNL E3G潜艇 带改进型M51 至于俄罗斯的核武力量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这位是唯一一个 可以与美国拼核力量的国家 比如陆基的萨尔马特导弹 可以携带10枚 75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或者2000万吨级TNT的单弹头 白样M弹头威力 55万吨TNT当量 亚尔斯 250万吨TNT当量 还有潜射的R30和R29 空气的K-55和K-102等等 不过核武器这东西 重要的不是数量 而是有与没有 而且核武的门槛并不高 世界上有不亚于30个国家 在三个月内就能生产出核弹 就比如日本 如果真的爆发三战 估计就是核武的天下了 但这也就意味着 没有胜利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三战会爆发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感谢观看